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範例是 這個x5次加2x4次-x3次加2x平方-3x-2 與另一個式子的g,要把它乘起來 要去看它的係數 也就是說你在展開來的時候 每個括號去選擇,向去相乘展開來的時候 次方要是7次 然後你要去把所有的像的係數找到 那這兩題我就挑7次的寫就好了 如果要討論次方,記得 你一定要寫出來這個完整的式子 再乘上3x6次加2x5次 加x4次加x3次加上2x平方 加3x加1 好,那我就解第一小題就好了 你要x7次方 也就是說在相乘的時候 怎麼乘,這個5次的配對面的2x 4x配3x3x4x2x5x1x6x 那就把它乘起來 展開就是7次的像 展開就是7次的像 展開來就是7次的像的係數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我用紫色 叫做 1x2x7次方 好,第一項 好,那第二項呢 是2乘以幾 1 x7次方 那第三項呢 第三項呢 是-1乘以1 再來 第四項呢 是2乘以2 好,最後呢 第五項是-3乘以3 x7次喔 好,這每一項都是x7次喔 那把它 這係數相乘 再加加減減 整理起來就好了喔 所以就變成 2加2-1加4-9個 x7次方 8-10等於-2 所以它就是-2x7次方 它的係數就是-2 那第二小題 你們就自己做好不好 因為第二小題 九次就去比較就好了喔 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好 這個範例是喔 基本上來說 沒有很難 但主要的觀念 就是為了範例5準備的喔 我們來看 範例5說 一直x1乘以x2 一直乘到 x加10的展開式中 那我們要求 第一個 x10次方向的係數 第二個 x9次方向的係數 那x8次方向喔 這個東西喔 其實有點太瑣碎 而且 有點小小的偏離克剛的 所以呢 我們在討論這個x8次方向的係數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省略掉 我們先省略掉不要看喔 之後有機會再補充好了喔 來 那第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式子呢 有10個括號 x加1 x加2 到x加9 到x加10 我們乘開來的時候 根據我們的這個交換力 绝合力分配率 展開來的過程 喔 這個計算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 每一個括號 在乘的時候 都可以選擇 什麼東西 都可以選擇 x或者是數字 有10個括號 那x10次方 是不是正好要10個x 也就是說 第一小題是每一個項裡面 在乘開來的過程 都是選x 那既然是全部的x乘在一起的話 它前面的係數就是1囉 所以第一小題是1x 10次方 那第二小題呢 一樣的喔 這個x加1到x加10 我們如果要x的9次方 同學 我們如果要x的9次方的話 這時候要誰 我們要的是9個x 還有什麼 一個數字喔 因為我們每一個括號都要挑 要嘛挑數字 要嘛挑x 好 舉個例子 第一個括號乘的時候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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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是x 只有第一項挑1 這是一種挑法 對不對 那還可以怎麼挑 x乘以2 再乘以x 再乘乘乘乘 x乘x 到最後來 到最後來 xx 9x 9x 還有什麼 全部都選x 最後一個才是10 這些項 這些項 都是x的9次方 就9個x 跟一個數字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每一項提出來的話 又9個x 從1 加到2 加到3 因為每項都用加號做連結喔 加到10 x9次 所以它的結果 就是55x的9次方 這一題也沒有到很難 那第三題x8次方的就有一點瑣碎了喔 好 那你可以再稍微的看一看 想一想 好